你好 我是Richard 我本身是網頁前端工程師 那其實這也算是在 Internet的程式設計的範圍裡面 主要就是把設計師給的靜態圖像 會轉換成可以真實去操作的網頁 我覺得就是主要是你要有好奇心 然後你要有 我覺得要有一些創造力 然後要有一些想像力 再來就是耐心 人都會犯錯 工程師也會產生出bug 就是要有那個責任感去把自己的bug處理掉 在國中的時候 對 我就有自己設計班級網頁 就是覺得有人在使用你創造出來的東西 就是很有成就感這樣 其實我自己建議的話 還是最好是資訊管理 或是資訊工程相關的 不是相關科系的話其實也沒有關係 他們其實都是透過一些線下的課程 可能是比如說巨匠 或是像支撤會也有開一些課程 學習之後其實他們都可以勝任工作這樣 假設設計師今天說 那你幫我做一個類似像YouTube這樣的網站出來 那因為其實我們可能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背後有很多的技術細節需要去了解 沒做過的東西我們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跟精力去研究 該要怎麼樣達成設計師他們所要的東西 這是我覺得算是蠻大的挑戰這樣 比方說可能兩個禮拜開發到一個段落 我們會有一個召集大家進來開個會 展示給大家看說 我們這兩個禮拜做了哪些東西 在大家面前操作給大家看 這個網頁它真的上線了之後 其實可能會有很多使用者的一些回饋 也會讓我覺得很開心這樣 從事網頁前端工程師這個工作的話 我覺得其實學到了很多技能 都可以不管你之後是要做什麼其他工作 都有辦法去帶到其他工作去延伸 很多人創業可能都會自己賣一些產品 或者是網拍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可以自己架設一個網站 去做一些銷售 那或者是說假設你是開民宿的話 你就可以架設一個民宿的官方網站 然後自己可以做一些行銷這樣子 讓我們用程式碼一起來創造 精彩無限的網路新世界